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站起身 举着标语喊话抗议 这次会场似乎有些准备不足 过了很久 才有人进场将这名女学生带走 台上的人就在高亢的抗议声中尴尬地继续演讲 据网传消息 两名女学生就读哈佛大学 分别来自西藏和台湾 他们谴责中共煽动对西藏和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破坏香港自由以及军事侵扰台湾等 根据此前网上刊登的海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某学社 举办一年一度的哈佛肯尼迪中国论坛 并宣布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将出席4月20日的开幕式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拥有大批中国留学生 还与中共政权有多个合作项目 多年来帮助北京培训官员 该学院素有中共中央第二党校之称 上书视频曝光后 X平台上许多网民为两名女学生喊好 干得漂亮 勇敢的心 下次直接扔血 敢于说出真相的学生与人们令人敬佩 为这两位姑娘鼓掌加油 独裁者的代言人到哈佛登堂入室 是哈佛的耻辱 还有网友留言 第一位勇敢的女生喊口号后 野蛮拉她出去的那个中国男是干什么的 学生会的 难道哈佛允许别人这么暴力的强拉抗议者 他以为这是在中国吗 不管真相如何 对演讲者来说都是尴尬的 让共产主义者在公众场合成为鄙视对象 我们之间会说是属于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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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江西南昌 奥克斯电子厂在近期下调了工价 原地27元的时薪被降到了23元 引发员工罢工抗议 抗议期间有员工被警察强行带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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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声灶带 而G3的含量比红声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声中的人声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声的6倍多 是白声的16倍 中文字幕 李宗盛